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上周买下推特之后 大幅解聘了约一半的公司员工 这使得多家广告主如联合航空和微软 已经暂停在推特的广告投放 导致推特的广告收益锐减 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 接连开除了公司多名高管和董事会 上周五还解聘了约一半的公司员工 推特的广告金主们纷纷选择撤资 继通用福特两大车企之后 辉瑞、奥迪和哈根达斯的生产商通用模仿 均暂停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此外 极家知名的推特广告商 也在密切关注马斯克的动向 并且考虑是否继续使用该平台 除了推特之外 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 计划于本周也宣布裁员 根据知情人士表示 Meta此人裁员预计将会影响到 数千名的员工 计划最快在周三宣布 尽管以总员工比例来看 Meta裁撤的人力比例低于推特 但如果以人数来看的话 可能是科技业近期以来裁员人数最高的企业 上周六晚间 费城一家酒吧外发生了枪击事件 多名枪手向聚集的人群扫射造成9个人受伤 而在过去的周末 全美有3个人死于枪击事件 12个人受到枪伤 费城警察局的第一副局长斯坦佛 在6号早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5号晚上大约11点时 有多名嫌犯从一辆车中走出 向人群至少开了40枪 随后乘车逃逸 目前尚未有人被逮捕 此次大规模枪击事件 一共造成9个人受伤 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 而同一天 科罗拉多州的格伦戴尔市 也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个人死亡 两个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 目前警方正在对枪击事件进行调查 印第安纳州的本德市 也在周六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两个人受伤 嫌犯已经被警方逮捕 另外4号5号两天 芝加哥也发生了多起的枪击事件 一共造成了至少两个人死亡 7个人受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今天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第27次地约方会议 致辞时表示 各国面临严峻的抉择 现在必须要致力于减少碳的排放量 否则后代子孙注定陷入气候灾难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告诉各国代表 人类可以选择合作或毁灭 古特雷斯呼吁局势最富和最穷国家达成协定 以加速从化石燃料转型 同时加速提供资金 以确保穷国能够降低碳排放 并且因应已经发生的暖化 所带来无可避免的冲击 他说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国和中国尤其有责任 共同致力达成这项协定 古特雷斯要求与会各国 同意于2040年之前逐步淘汰碳的使用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 更必须提前于2030年达标 他强调尽管气候谈判已经进行了数十年 由于各国动作过于缓慢或不愿意采取行动 拯救地球免于过度暖化的进展不足 2015年巴黎气候限定 前属国始言达成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准高出设施 1.5度以内的长期目标 科学家已经将此定为 避免灾难性气候变迁的上限 而古特雷斯表示 想要维系实现此一目标的希望与不坠 意味需于2050年之前 达成全球近零的排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俄罗斯可能正在准备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再度发生更多的袭击 而基辅市长也敦促民众 为最糟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 泽伦斯基在周日晚上的例行讲话中说 俄罗斯正在集中军力和手段 可能会再次对我们的基础设施 发动大规模袭击 能源是首要目标 他还说450多万 乌克兰人现在已经无电力供应 随着冬季到来 战争对全球能源和食物价格的冲击 恐怕会动摇各国给予乌克兰的支持 纽约时报报道表示 一旦完全断电 基辅计划要疏散300万人 该报道表示 乌克兰政府正在制定针对所有人的疏散计划 因为断电之后 城市无法提供基本服务 而美国官方部在4号宣布 向乌克兰再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 援助清单包括无人机和地对空的导弹 并且首次出现坦克 欧盟委员会也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出一项 每个月提供15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本周欧盟委员会将向泽伦斯基提出 2023年每个月15亿欧元 总计18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